2018年9月 一场燕子台风 造成前周日大阪办事处长苏启成亲生 两月后真相还没大白 但前外交部长欧宏恋节目中 这段遭周日代表谢长廷提告的访问 结果倒先出炉 谢长廷一直在说苏启成有犹疑症 所以他去见了欧宏恋 当时为苏启成抱不平的这段话 让谢长廷提告欧宏恋 妨害名誉求偿80万 17号新北地院判决 欧宏恋未尽查证义务 判赔30万可上诉 也让欧宏恋感到不平 这场判决出炉 也让大家再想起两年前这段关系事件 但会顾2018年 卡申杨慧卢以每人每月1万元 指示网军替谢长廷辩驳 操作网络风向 去年15入公署最嫌起诉 北院还在审理中 去年4月更在PTT发文 影射南农中心 是大陆望军金主哀告 最后却在魏传逊 煞处分不起诉引发质疑 而杨慧如更还有四案 在北检侦办中 对比欧宏恋案 蓝银批根本双标 小案件反而火速的办理 卡申杨慧如网军案 到目前为止 不是不起诉 就是没有进度 这样子真的有办法跟国人交代吗 司法案件还是让司法处理 我们外界的判断 有时候不见得准确 欧教官之死 杨慧如网军案 不是不起诉 就是没进度 反观欧宏恋 却遭判赔30万元 两相对照成了最大反币 接下来黄家伟 李一璇台北报导